台电计划在台中火力发电厂新建两部燃气机组 环保署将在10月1日召开出审会议 27号上午台中市政府对此表达强烈抗议 要求深煤用量降至历年最低1104万吨 减煤四成至少四部燃煤机组立即除以或拆除 强调两个原则没解决绝不妥协 秋冬季节来临空无议题也渐去热烈 台电计划在台中火力发电厂要新建两部燃气机组 环保署将于10月1日召开出审会议 而在27号上午台中市政府对此表达强烈抗议 既然它是要用新的燃气机组 它的污染会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觉得你有新的机组加上来的 表示这个发电量的话是足够相当于4.7部的燃煤机组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最少要有4台的旧的燃煤机组的话 容量大约是5500万瓦 如果再增加两部的燃气机组 最大发电量恐怕会增加到7500万瓦 恐怕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而市长卢秀燕也在议会当中强调市府的立场 如果今天要再给台中增加两部 10加2的话 不减反增 从10部到12部 我们万万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一定要比照 我们文山焚化炉 如果要增加 可以 但是一定要太旧换新 不可以在10部保留 还要增加2部 如果我们今天同意的话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议会 我们会变成台中的罪人 市长表示 中火是台中空污最严重的固定污染源 目前尚未实现 减煤四成 也未完成燃煤机组的太旧换息 又规划新增两部的燃气机组 除非中火做到减煤四成太旧换息 否则市府绝不妥协 蒋正环台中采访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